介绍社会福利政策里面的社会救助 以及所谓的社会津贴 所谓社会救助就是说 目的在照顾低收入户 或是遭受紧急危难或发生事故的人民 那我们通常照顾他们 让他们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 以及社会救助还帮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那什么叫所谓的遭受紧急危难或事故 比如说之前高雄的气暴 像这个就是所谓的遭受的紧急危难的部分 那这时候社会救助就会进入 让这些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 可以享受所谓的基本的生活 或是在这个适逢紧急危难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维持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之后 但是可以辅助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那再来比如说八八风灾的时候 遭受一些紧急危难 那我们国家就出动国军 然后将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 像这个都属于所谓的社会救助 那什么叫社会津贴 也就是说让特定身份的人来提供 定期或一次性的现金给付 比如说老人津贴 比如说某一个县市 他这一年只要老年人年满 比如说几岁 他就可以拿到所谓老人津贴 假设比如说几千块这样子 还有身心障碍的津贴 如果你有身心障碍的手册 那我们国家他会定期或是一次性的给付 一些所谓的生活津贴给你 这个叫所谓的社会津贴 那救助跟津贴 一定要搞清楚 社会救助是针对低收入户的 还有遭受紧急危难跟事故的人 给予他生活上最基本的协助的部分 那津贴是给特定的人 然后给他定期跟一次性的钱 这个是社会福利政策里面的社会救助 以及社会津贴 不会的 从哪里 就是